我们的乐队第一次被采入制 大半 大半 为什么要成为乐队公司 乐队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算是一个 每一位年轻的男生 都想去放肆做的一件事 我很羡慕有自己乐队的朋友 乐队就是这样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 可以肆无忌惮地整片玩音乐 年轻人喜欢的音乐 那就是未来音乐的样子 音乐的音乐 我想的是到底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呢 音乐的音乐 音乐 乐队对我来说是一种依赖 所以我是一个很渴望乐队的人 在出道十年之后 我还是选择乐队 这也是我愿意来到这边的音乐 为什么要做这么的一个节目 其实如果说我入行到现在 其中的一个遗憾就是 我没有缘分去组一对自己的乐队 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 如果可以组一个我们的乐队公司 把平台留给一些喜欢乐队的乐手 可能是一件更好更伟大的事情 我们这几年 这个文化行业其实受到很多外国的影响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追随着人家的东西 迷失了自己的东西 我们从全世界挑选最优秀的音乐家 然后大家一起模仿一起训练 创造出自己的音乐 我希望我们的乐队公司 能够输出的产品 是我们自己的 是中国的音乐 没想到真的吗 很简单 好 你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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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裁 没有 那我们就随意聊 其实我好喜欢小朋友这样的 以前我们当最小的永远都是被宠 就特别开心 但是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什么的 什么感觉 他未来就知道了 我未来就知道了 对他超有天分的 哇啊 他太厉害了其实特别好的小孩 所以刚刚那支乐队 他们算是一个相互补味型的一个乐队 是旋律性会稍微的弱一点 是吧 是吧你说什么都是 真的 现在20岁是不是很厉害 我台湾情理好 你可以把它放一回来跟我一起玩 哈哈哈 对所以今天我们都被逼动了就 什么叫逼动了 你能示范一下吗 表演戏呢最不怕表演 其实我是先喜欢乐队再喜欢摇滚了 好的 哇摇滚真的好嗨啊 你会不由自主就想加入他们 而且就算你没听过他们的歌 你在摇滚的现场 你都可以让你 是一种感染力 对 超棒 又有一个人爱上摇滚 他当我们的市场总裁好了 王总 乐队公司嘛 我们的技术总监 我都ok 我就当个八道总裁好了 谢谢总裁 这一次我们三个就是那个呗 我们来一起 好啊 吧 好啊 好啊 炸 好我们试一下我们的桥 好谢谢 这个 喜欢的两度 我们的灯光还有什么可以玩一下 好谢谢各位 我这边都可以 特别厉害 谢谢你们 我们现在是去找我们的王总 你好 你好 王总 恭喜你 准备好了 才来过两三次 好 没有就是来打个招呼 对 就先恭喜你 也不多打扰你 因为这时候肯定是 最忙的 你去忙你的 不用理我们 不用理我们 没事 看到亭峰哥进来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西装格里穿的特别正式 就好像我当时觉得 亭峰哥是要上台表演吗 但没跟我说过这样子 好了 你去忙你的真的 真的 这演唱会呢 你都你的 好了我们 盖 盖盖 盖出了 你这样 如果 如果我是他 在这种时候还要招待你们 我早就把这个房间砸了 天空哥非常暖心 他就是 他进来就一直在鼓励我 然后他就说 不想太打扰我 让我一个人进一进去 就是自己去专心 在自己的演唱会里边 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 一个前辈 对 我其实不一直想像主唱的那样 跟大家一块去互动这种歌曲 唱的时候其实就很有力量感 很动 他就是那种直击心灵的感觉 非常的有乐队的味道 因为小凯他本身是一个很憨厚 非常谦虚有礼貌的小朋友 但是内在的摇滚是看得出来的 真的是青春热血 既然要做一个好的乐队节目 最好的办法就是三个合伙人组成一个乐队 给观众和选手最好的乐队表演 每一位 那闪烁的心独自在 好陶醉 夜空中热闹着 啊 好奇迹 啊 好奇迹 啊 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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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通过一个主题曲 能够代表这个节目我们的目的 这个主题曲它又有很多的环节 就包括solo part 然后主唱我们分布地去唱 然后还有齐唱大合唱 还有我跟王总裁的四首联谈 就各方面都安排得非常好 好像 怎么样 刚才在吗 其实就是整个如果够 我们再疯狂一点 没有问题的 我一定会疯狂的 他一定会疯狂的 我也会 到时候会 哈哈哈 一定会 头一拍应该跳 嗯 嗯 哒哒哒 以帅为主 以帅为主 对以帅为主 说到时候 应该义 他想念 开玩笑 他想念 他想到你 可以 他想念 欢迎来到我们乐乐公司 王俊凯的东西有点流行 知道他开了演唱会 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我还要专门去看他的视频 他应该也是属于 会有很多想法的一个人